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7号星期六 有关中美贸易战 根据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媒体的报道 有新的进展 这个进展就是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一份回应或者清单 一份书面的回应 之所以被称为回应 是因为针对美国的要求 要求中国在贸易方面做怎样的让步或者妥协 或者是回归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规则 之所以称为清单 是因为美方要求中方要具体化 而不能够空泛其词 因此中方这份回应和清单 这份书面的一个交代给美国 现在初步的轮廓出来了 国际上以路透社的报道为比较详细 这份清单中方向美方提出了142项 有关的产品或者商业或者条款方面的妥协或者让步 这124项条款没有具体的描述 看上去中方的表示是 有一些事情中方已经在做 有一些事情中方可以做 就是说通过协商后可以做 还有一些事情中方认为他不能做 实际上中方不能做的事情 前段时间已经都 世界上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中方一再提出 不能触动他的政治制度 就是现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不能够就是按照习近平再三给美方讲的话 也是通过杨洁篪或者是刘鹤 我说过向美方传话说要求美方尊重中方自我选择的道路和相应的应有的权利 但是我说过中国政府在向美国要求这一点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中国人民 并不愿意给中国人民这个自我选择道路的这个机会或者权利 并不尊重中国人民的多元选择 或者是并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权利 他去要求美国尊重中共自我选择道路 也就是选择一党专政的这个权利 再次把它不仅跟中国人民对立起来 而且跟美国对立起来 说这个要求已经是众所周知 这次没有例外 那么如何评价中方这个142项让步的这么一个清单或者回应 美国总统川普说了一番话 他这个话中有话 他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清单 中方满足了美方的大部分的提出的要求 他说但是还是漏了四五件事情 他一方面乐观的说有可能达成协议 中美中方有可能达成协议 他说他并不希望中国变坏 他希望是中国的情况不要变糟糕 他现在美国的经济上扬 中国经济下滑 股市在过去几个月就跌了30% 中国股市跌了30% 他说的是要公平的贸易 公平的发展 他说中国占美国的便宜太久了 他说他尊重中国 尊重习近平 但是不能再让中国再占便宜 他说中国现在从来没有面临今天的状况 那就是面临川普上任之后 美国给予中共的强大的压力 所以因此他一方面 乐观的说要有可能达成协议 但是另一方面又说 这个清单尽管有142项 但是还有四五件大事没有提到 他没有具体说这四件五件大事是哪些 那么其中其实旁边的分析者已经分析出来 透露说这几件事情包括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中方要放弃他所谓中国制造2025 这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 而是因为中共在2025年之前达到他所说的制造业强国 跟日本德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这个情况不可能 要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抄袭盗版剽窃 继续盗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 现在中国的技术大部分盗版是美国 部分盗版是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俄罗斯 因此美国提出这个要求 并不是说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你可以发展 但是你不能够走捷径 抄小道 以盗版盗窃为能事 另外美方还有个要求就是 中方要彻底解除对美国公司的准入限制 就是美国到中国公司到中国投资 可以建立独资企业 而不是一定股份 但中方这份情态说 在允许一定的行业 猛兴领域提高外商所占股份的比例 这个完全是不够的 因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资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而中资到其他国家完全可以独资经营 完全可以占有百分之百的股份 大多数行业也没有限制 因此中方提这个要求完全是 中方这个回应完全是旧的一套 无疑不足以说服美国 还有一点就是 当美国在说美国的公司进入中国 并且能够独资企业的时候 也包括了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 这是中共决不打赢的 说中共在这里面把互联网公司排除在外 这是美方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美方还要求中方要政府停止对行业的补贴 因为美国绝大多数都是西方 都是民营经济 私营经济 都是通过市场竞争去实现他们的经营目标和技术创新 如果中共方面靠政府补贴来单下的发展一些东西 它就会形成行业性的垄断 会占据一些竞争优势 会形成资源的不对等 但其实最近关于中国的中美贸易战 美方又提出了新的论点 说中方必须保障劳工权益 就保障中国人民的产业工人 劳工权益 这一点因为中共是人为的压低 工人的待遇和福利 盘剥工人 而且是以低人权成本 就是说是不保障劳工的人权 劳工不仅不能独立的成立工会 工会属于共产党 而且不能够请愿游行示威捍卫他们的权利 所以美方提出了这点 中方要在劳工权益上做出保障 因为劳工权的保障就为说 你要提高最低工资 要有相应的福利 那么工人有相应的权利 你不能够以一种极低成本的工资 跟其他国家来竞争 这就是竞争处于不对等不平衡的状况 又让中方占尽优势 就是低成本 低劳工成本的优势 显然在这一点我们看到 美方提出这一点 是对中国工人有好处的 是帮助中国工人 不仅帮助他们提高待遇 而且帮助他们 维护他们的权益 合法权益 最基本的人权和劳工权益 那么这就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被美国引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要答应一个基本的诉求 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 搞六天工作制 只休息一天 而要按世界标准五天工作制 因此中国的工人就获得了 中国的工人也好 上班族也好 都是五天工作制 休息两天 这是美国世界贸易组织 带给中国人民的福利 但现在国内的网友揭露 中共并没有完全遵守 在一些血汗衣厂 血汗工厂 工人不仅不能够休息两天 甚至有时候连一天都不能保障 像封闭式的生产 甚至包括前一段时间 前些年流传的富士刚 搞事为经营式管理 监狱式管理 导致很多工人跳楼自杀 说这些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世界文明组织的规范 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兑现 只能说中国人大体上 得到了五天工作 两天休息的权益 这来自于美国国际社会的支持 所以这次如果中共在劳工权益上 让步的话 那将是中国人民的一个 极大的福音 那又是美国和国际社会 所带给中国人民的福音 但是中共显然不愿意 在这个方面让步 它不愿意让劳动人民 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 和他们应有的福利 仍然要保持相当大的贫富差距 甚至要保持这个劳工这个 他们这个非主任翁地位 服从的这个奴隶的这种地位 让中共占尽一党专制的这个优势和特权 说如何评价这个142项 这个中共开出的清单或者回应 现在国际上有三种观点 一种乐观的观点就认为 这样做的话 可能到月底 这个经过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之后 美中有可能达成贸易协定 那么进一步的贸易战 有可能避免 这也是中方所期待的 中方的报纸上散布调子说 所以有可能在月底 在阿根廷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会谈之后 这个贸易战就暂停 中共甚至指望 1月之前达成协议就可以避免 现在有2000亿对中国商品的征税 目前是10% 到了1月1号会增到25% 如果贸易协议不达成的话 川普政府还会对另外2670亿中国商品增加关税 所以中共方面要极力避免这一点 那国际社会的乐观看法是 能达成协议 另外一个悲观的看法是 无法达成协议 一方面川普已经放风 说在另外有四件五件大事 中方还没有满足美方的要求 因此暗示协议有可能达不成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如果那四件五件大事 中方答应了这个协议才有可能达成 另外悲观的估计还有就是 美国政界人士 包括白宫的贸易顾问 纳瓦洛等这些比较鹰派人物的估计说 中共历来不守承诺 他即便签署了什么 他不能执行 这在过去的谈判和贸易中多次呈现 因此美国无法相信 中方能够履行承诺 这次李克强在新加坡的东盟峰会上 又再次开出了空头支票 他说中国要跟东盟国家谈南海的新的行为准则 但是大概需要三年时间 这个三年一拖 大家就觉得没戏了 其实中国跟东盟早在2002年就达成了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当时的宣言中有一个关键的一条就是 到2002年为止 各方维持现状 不得单方改变南海现状 但是中方违反了那样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带头改变现状违反现状 建人造岛域军事化 夺取黄岩岛等等 所以李克强开出了支票之后 东盟国家可以说是一片苦笑 无人回应 说是三年谈成这个行为准则 只不过是李克强的自说自话罢了 中方的自说自话 所以回头说中美贸易 还有一个中间的估计 中间的估计就是说 如果说中方进一步的做一些让步 并且在1月1日这2000亿的中国商品的关税 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已经讲了 无可避免的会增加到25% 也就是说有可能在1月之后 为了2670亿美元不再征税 中方在1月份之后做出十字经的让步 也就是说中间的估计是 当中方开出这个清单或者回应的时候 142个项目是为美中谈判创造条件的一步 也仅仅如此而已 而真正的谈判可能会在1月份之后才会举行 才会展开或者铺开 所以这是对这个总的一个估计 三种估计 那么这个整体的态势来看 就是说从中方来看 如果从中共的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 这是习近平政权的一个妥协 一个投降 一个数百戏的举动 但从国际标准来看 那是习近平政府 中共当局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是回归他们的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应该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连这个一贯亲中亲共的 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保尔森被中国这个试图委托保尔森来做调解人 调解人 调解中美政府之间的冲突 保尔森都告诫了中国政府 他要调解的前提之一是 中国必须履行入室承诺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也就是说你没有遵守承诺 说今天中美关系如此 如果你能够履行承诺 我愿意当调解人 中共又委托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试图在中间恶旋 能够缓解习近平政府跟川普政府的这种对立和冲突 但是基辛格就明确告诉中共 说中美关系要回到重前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说中共必须突破旧制度 必须进行制度改革 就你经济改革不够 还要进行政治改革 说得非常明显了 所以中共在委托了中间人失败之后 可以说他已经摸到了美国的底线 那么这是在贸易方面的最新进展 那么关于在正在南太平洋国家导国巴布亚新吉利亚 举行的APEC峰会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那么有一些插曲 习近平在临行前只有三天 短时间的公布 因为不安全 我昨天讲到他没有安全感 没有这个信心 因此很短的时间公布他的行程 说他要出席这个峰会 并且来访问三个国家 巴布亚新吉利亚 文莱和菲律宾 那么今天又显示了 他很破例的把他的两部红旗牌防弹车 载到了巴布亚新吉利亚这个岛国 基本上以前习近平很少这么做 通常这么做的是能把专车带出国访问的 一般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有这样的传统 另外一个就是北朝鲜的金正恩 出国访问的时候 不仅要他坐他的两三架飞机 带上两三架飞机 另外还有他的三部防弹轿车 要提前空运到某个地方 说是金正恩的习惯 所以习近平显然如果说的好听 是模仿美国和国国的元首 说的不好听就是模仿金正恩 对安全不放心采取了特殊措施 那么说到这次巴布亚新吉利亚这个APEC峰会 实际上这些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跟这个岛国的关系如何 从两件事情可以鉴定 这个国家的安保 这次这个小国因为负责这么大的国际会议 他的安全保障交托给美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负责 所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负责他的安保 派出了4500人的特种部队 而且在澳大利亚还派出了军舰 在海岸巡逻 所以安保是交给了这三个国家 反过来出钱的事交给了中国 比如中国出资5000万美元翻新国际会议中心 另外还有出资修建 从这个国家国会大厦向周围扩散的六条主马路 六车道大马路叫做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共派出了中国的工人 去兴建 连接这个国家巴布亚新吉利亚的政府区 和周边市区或者是机场的道路高速公路 所以中共是出钱 中国方面北京方面是出钱 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出安保 所以这可以看出关系的亲疏 因为把这个事情倒过来就知道 如果说巴布亚新吉利亚 委托中国去做他的安保 中国派出军舰部队去安保这次会议 那中共就要大吹特吹了 跟巴布亚新吉利亚多么铁 而美如果是反过来是美国出钱去兴建这些基础设施 中共的媒体必然要大肆地绩效美国 那么美国就是干苦力的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捐助方 这个掏钱的掏钱的这个苦主 所以如果是这个关系的也可以看出 但是现在是相反 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安保 可以看出巴布亚新吉利亚对这几个国家是充分信任的 他不会把安保交给中国这样不可信任的国家 反过来是中国能出的就是出钱 继续当冤大头 继续按照网友所说的是大傻逼 那么这个情况符合中共的特征 因为中共给国际上的形象是个土豪 是个爆发户 而且由于一党专政一人独成 他想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 想掏多少钱就多少钱 不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 不需要新闻媒体的报道 也不需要经过所谓的国会 就人大政协橡皮图章的通过 领导人拍板就行了 说出这个冤大头的钱 的确要北京来出 但是像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要出这样的钱 就要经过国会 要经过新闻报道 经过层层的预算审核 不见得这个钱就能够顺利的出得来 所以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之间 不仅是跟这个岛国 八百亚新纪里的亲疏远近的区别 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制度 体制 国内政治的这么一个区别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习近平和其他外国政要下榻的地方 都住在巴布亚新纪里亚的首都 美国副总统彭斯比较例外 他没有住在开会期间 他不住在巴布亚新纪里亚 而是住在宁静的澳大利亚 然后开会往返 乘飞机往返 中共的媒体就比喻说 彭斯是傲慢 把这个比喻为傲慢 其实彭斯在美国政界 可以说两党公认的是一个千千君子 这也是川普挑选了做负手的原因 竞选达当的原因 彭斯虽然是共和党的水英派和保守派 甚至跟查党色彩 查党色彩很重 跟查党关系密切 但是彭斯是以千千君子组成的 非常的谦卑有礼 谦恭谦卑 中共居然把彭斯描述为傲慢 实际上是因为彭斯在不仅发表了一个 在哈德逊智库发表了演讲 新冷战演说 让中共非常难受 而且彭斯在新加坡 和在巴布亚新纪里亚开这个峰会 对中共都表现出一种不愿意接近 不愿意亲近 非常冷淡的态度 在新加坡也就是跟李克强照相的时候交谈了几句而已 完全没有安排任何的正式会谈 但是在这些峰会上 各国元首之间都在安排会谈 那么唯独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 反而没有之间安排任何会谈 可以说让与会者都心知肚明 这两国正在处于一种全面冲突的状况 所以用傲慢来形容彭斯不住在巴布亚新纪里亚 住在澳大利亚 这是完全中共一厢情愿的说法 是诋毁彭斯的说法 误导国内民众的舆论 其实彭斯考虑不住在巴布亚新纪里亚 他有几个特征 几个可以发出的几个信号 一个信号是跟澳大利亚的关系非常紧密 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紧密盟友 而澳大利亚恰恰又是周边国家的保护国 澳大利亚最近还提出了重返太平洋的一个新的口号 就跟当年美国提出的奥巴马实在提出重返亚洲一样 澳大利亚绝对不能够在偏安一域要重返太平洋 重返到跟中国跟印度洋跟日本相关的这些海域 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起了领导作用 所以彭斯住在那里首先体现了美澳关系的密切 第二呢彭斯在那里也保持了现在他今天所做出的态势 就是跟中方保持了距离 不想跟美国代表团不想跟中方代表团住得太近 免得好像是在套近乎保持了一种距离感 尤其在月底川习会处于未知数的情况下保持距离感的必要 还有一点我想重要的考虑就是 现在中美在南海地区随时可能爆发冲突 美国的航行自由在继续 而中共的军事化在继续 如果是军舰相遇或者是对峙或者是碰撞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想彭斯住在澳大利亚可以随时激动的指挥 这个盟国或者美军做出相应的反击或者反制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中美关系复杂情况下的考虑之一 所以这样的考虑是这次不仅是新加坡峰会 彭斯显示了保持跟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距离 本来那个峰会是中国第二把手李克强 美国第二把手彭斯出席 但是两人几乎没有交集 除了照相谈局话保持了一个距离感 那么这次在巴布亚新几里亚 彭斯又刻意的显出了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距离感 我想这些动作都有它的重大的政治遗憾 显示了中美的对立 以及整个世界的不前的态势 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在美国的领导下 在美国的领导下对中共采取围堵 这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这个峰会还在举行 还有更多的花曲或者插曲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探讨 那么在结束今天之前 我这个节目是在陈破空风云剧场讲的 明天就再换到陈破空重论天下 那么有关陈破空会员网站 最近要新增加的内容给大家做个简介 一个是像我们视频节目的音频和文字稿 音频几乎同步会发布 文字稿也会在当天发布 所以喜欢看文字稿的在会员网站可以找得到 另外音频方便手机用户因为节约流量 另外陈破空会员网站目前发布了一些书 中南海后黑学 这个角度中美开战还有一些文学作品等 但是有些网友来信反映 说一次性发放这么多书 书太大读也读不过来 就是说建议是以连载的方式发布 有可能后台技术员要进行一个调整 以连载的方式向会员退出 中南海后黑学 假如中美开战 以及其他这些畅销书 可能以连载的方式退出 做一个预告 另外到周末 因为很多人喜欢我讲段子 我这个会员网站有一个栏目叫幽默及陈破空说段子 通常我到周末的时候至少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说一个段子 所以说这个周末也希望会员能够留意 那么继续欢迎还没有成为会员的广大的观众听众网友 就继续支持这个会员网站 踊跃的订阅 另外当你在观看这个陈破空风云论坛的时候 风云剧场这个油管频道的时候 请你也顺手在右上角点一下订阅或者关注 国内人叫关注 国外的人叫订阅 英文叫做subscribe 所以大家顺手点一下 这样子的话 两个频道你都能够及时得到了更新方面的通知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